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你看 蔡大哥又送你一箱 冬季的芒果 什么送我一箱 他知道你最爱吃芒果 新加坡人就是爱吃台湾的芒果 而且以前夏天是吃艾文芒果 现在冬天可以吃冬季芒果 That's right 左安 这个名字有蛮女情欢 我喜欢 你看一下 这个是今年的怎样 来 来看 芒果可以做很多料理对不对 其实芒果入菜不错 你看芒果冰沙 芒果布丁 芒果糖 芒果冰淇淋 芒果冰淇淋 但今天我们要做芒果虾船 这个就是糖花 越多醬子就是越甜对不对 对 好 这个熟了吗 你帮我看 这个有糖花出来了 OK 好 我们先冲一下水 OK 然后呢 就是要加这个一盐巴 你知道吗 這個可以降火器 那所以愛吃甩 吃芒果很好 可是它容易上火 所以我們加一點鹽巴 其實它會從皮的 皮靜到表面有點 有點很light 不要太鹹 然後它就可以降火器 OK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你說 對啦 我要做蝦 我不是跟你講嗎 我要用芒果做一個蝦船 那高檔 高檔的芒果要配高檔食材 好 給我蝦子 真是的 碰到好的時代就忘了 到底自己要煮什麼料理的 不過真的是 妳去做燒燒吧 好吧 所以先看我今天怎麼蝦 怎麼蝦 爐蝦 海爐蝦 對 這新加坡 這新加坡的那個 對 有沒有 是我們回新加坡吃這個 新加坡很多那個海的爐蝦 然後這個是名蝦 OK 那我們今天剛好 因為有兩種不同的蝦 我們來做一個蝦船 我們用這個蝦子 因為有這個剛好換殼 它殼很薄 我要把它剖開 把那個燒煞可以進到裡面 OK 然後這個我們來做一個蝦球 有聽過鳳梨蝦球對不對 對 還沒有聽過芒果蝦球 所以我們今天來做不炸 不炸的蝦球 OK 好 現在來處理蝦 那蝦如果說你沒有馬上吃 你先把它冷凍 然後不要前一天解凍 因為蝦比較快解凍 OK 這樣這個明蝦 因為我們要坐船 所以我們要給它坐著 所以這個有腳是站不住的 OK 我們都修好 不要泡水 然後第一次再用檸檬洗一下 然後這邊尖尖的都要剪掉 才不會傷到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修得乾乾淨淨 因為芒果有一點微軟微酸 那我們要搭配有脆的感覺 所以沙沙醬裡面 一定要有蘋果丁 讓芒果等一下再切 對 芒果要教觀眾怎麼切 才不會浪費它的肉 所以這個蝦球我們不要有膏 所以我們就把它剪下來 我們不要有膏 然後因為今天的蝦球 也不要有這個尾巴的殼 OK 所以全部拿起來 OK 這樣子 連這個尾巴的肉也是很好吃 不要浪費 因為如果說你用拔的 你看喔 如果你用拔的 你就會看到有膏在這邊 然後你的 會弄那個芒果好像有點這個 比較腥 所以你一定要拔 因為蝦頭 你去熬那個蝦湯有沒有 其實它很甜 那當然不是要常常吃 因為蝦頭怕膽固醇過高 所以這個蝦 海的蝦它特別Q 可是如果說你解凍over的話 海的東西容易有ammonia的味道 所以一定要不要給它泡水解凍 那你會看我放在冰塊 保持它有一個一定的溫度 哇 看你處理蝦處理這麼好吃 我的沙沙竟要挑好一點 你看再加有沒有 真的處理食材 完全我們是每一個步驟 要考慮到它的那個新鮮度 然後在挑選的時候 你已經是挑選大小 譬如今天我的名蝦是一個 100g 好 這個要馬上進到冷凍庫 就把它冷凍 OK 那我這邊呢 放一點檸檬皮 現在再來沖 不要泡水 那因為你放到水裡面 它的水馬上急速的冰 所以它會把那個甜份鎖在裡面 OK 然後馬上起來了 尤其蝦仁千萬不要 不要泡到水裡面去 OK 那這個呢很簡單 我們就是那個蝦球的話 要有一點烈 所以你這個烈的時候 然後呢 這邊比較厚的地方 我們裂到三分之二的深度 留三分之一 然後這邊呢 因為比較窄 所以你裂得不要太深 那你的尾巴就不會過手 我現在這邊 已經把蘋果丁 小黃瓜丁 還有番茄丁 所以接著呢 沙沙醬裡面一定很重要 要有一個羅勒葉 羅勒 杯子的丁 我把它切下去 Claire 你這個要怎麼辦 你的蝦船 要有蝦嗎 要有蝦嗎 有啊 我們要用蝦保留肉的甜分 從那個這裡 可是要很厲害喔 頭要保護住 然後我們先剪一下 再來 當然你的刀如果夠力啊 直接一刀下去 OK 再給它翻開 那這個高就保留吧 對 OK 那你的 你放的燒煞要多深 要讓我夠放一個 然後你這邊要給它打開嗎 沒有我這個是 對 要嗎 這邊要給它打開放嗎 要 不然你打不開肉啊 通常如果你胡椒鹽 你完全不要打開有沒有 你會吃到整條像龍蝦 OK 明蝦的口感就是這樣 那因為今天是水果來搭配 所以我今天就不醃蔥薑蒜絞汁了 我的Mango會最後再放 所以我調好的基礎的沙沙醬啊 這個時候這些已經東西都mix好了 我就會加一點那個橄欖油 或者是酪梨油 再加一點蜂糖就好了 我就完成我的沙沙醬囉 所以其實我覺得厨房的東西啊 會比較買不完耶 你看媽咪 你看連剪刀嘛 這個是剛好這樣 按照那個蝦的那個捲度 會比較好剪 好 那這個蝦我們先把它完成喔 很簡單 我們來一點黑胡椒 撒在下面 那這樣子的話喔 它其實不會太辣 因為它有一個墨保護它 OK 可是它的香氣會嗆進去 你給我一點紙巾 我要讓它乾一點喔 去乾烤 因為我今天不加油來乾烤 OK 那等一下我這邊裡面 還是要嗆一點芒果香 所以芒果 所以那另外給芒果的 對 我先來一點 鹽 順便給我一些 你不要太早加 太早加會出水 好 稍少會出水 等妳要Serving的時候再來加 OK 那我現在裡面 妳可不可以幫我放一點 芒果 來吧 那妳切要接近 因為它的這個很薄 它的Seed很薄 我是通常我是從這裡切 妳這樣子切 對妳Seed 這邊比較看得清楚 沒關係 妳從底下我從上面 那妳的肉會比較多 因為妳看妳已經切到 切到紙了 你看 我也是 OK 我不要太小丁 妳燒灑要小丁 我燒灑要小丁 我燒灑要小丁 我這邊放在中間 我要有一點Medium size的 好 因為那麼好的水果有沒有 妳不要摸來摸去 妳這樣子有沒有 像蓮污也是 是 然後妳就把它放上來 OK Beautiful 然後我們就 那個切水果比較好 我可以這樣拿 很小的 哇 好美 可是 哇 妳看它的肉 好結實 好 那我們就切起來 有一個Beautiful的碗嗎 好 那妳看都完全不會碰到 等一下 邊邊的小的給妳 做Salsa 好 這邊比較小 OK 那我這邊要Drizzle一點 很奇怪 這種一定要一點Lemon 它會更甜 妳有一點Lemon juice OK 好 我們先坐下船對不對 對 這個芒果very good 那我乾脆吃下去 Q 又甜 講到大家都在流口水了 Good 雖然它這個還沒有完全熟 所謂就是說不是很熟 可是它有另外一個 真的就是吃起來是有吃到台灣甩了香氣 可是肉是有果肉了 好吃 現在妳在弄那個Mango 對 我這樣子會把那個芒果香氣烤進去 等一下烤的時候 我們最後才上那個Salsa 再上那個Salsa 好 OK 我完全乾烤 不要有油 OK 妳馬上會聞到那個胡椒嗆下來的味道 因為胡椒在下面 這個就是像一個Vote 一個Samban Vote 蝦 Samban Vote Samban就是三板 三板 三板 三板船 三板船 OK OK 我們因為有打開 所以它不會那麼久 我們先給它五分鐘 因為沒有用油來烤會很清爽 好 如果說你的Salsa配這個 然後一些生菜 你會想吃什麼包呢 對 有蝦的優質蛋白 然後有水果跟不同的一些沙拉在裡面當中 對 要有一點Toast Toast 吐司 好 完全西餐對不對 好 那妳幫我打蛋 那我們今天就用那個蛋 試例 那有時候今天的這個好像是Fresh Toast 可是呢 我加了一點鮮奶 那我不加糖 因為如果說要甜的人 最後你可以加一點那個 楓糖漿淋在你的那個Fresh Toast OK 好吧 那我們來打一下 它會有一點甜度 在你的這個吐司上 那一般Fresh Toast 所以你很喜歡加奶油 所以我們今天完全沒有加奶油的方式 OK 可以了 你給你 給你加 我來切吐司 那今天這個吐司做方塊的 OK 那去皮嗎 不要 要帶皮啊 要帶皮 好 其實皮QQ好吃 對 那你這個 我們用一點好的 Olive Oil來煎這個Fresh Toast 我們現在用那個375度 芒果下了嗎 下了 我把它拌勻 下了喔 OK 那我們 我們等一下用芒果來取代它的那個 一般我們用這種Fresh Toast 會加一點糖 因為有芒果的甜度 接下來我們就不再加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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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是給它進去 大概 給它裹 你不要說馬上下去 這樣就裹不到什麼 我吃 Mango 哇 好 好 現在放半杯Mango的香氣好足喔 我們現在用好的油 要記得要下東西才來下 下油 那如果你喜歡多一點點的味道 你當然可以 還放一點點蛋液在上面 再來 再放 你放一點蛋液喔 給它 給它多一點點 OK 給它一分半 好 我們摔好了 快點 哇 你看 你的燒煞好了對不對 來 趕快 我喜歡這一條 對 讓它不規則的 軟殼的跳起來了 好嫩喔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加冷的 要吃了它 加冷的燒煞在上面 這一條 對 好 然後再燒燒 因為有芒果的甜分喔 要記得喔 馬上翻 不要太捲 大概1分到1分15秒 OK Beautiful 你看這樣子 那你側邊 因為有沾到這個蛋 所以你一定要給它沾一下 貼鍋一下 好 耶 你看 這道菜會讓人家有賞心悅目 非常清爽的感覺 可是一人一口 這一套餐不錯 來 給我一個盤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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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盤 我要這樣子 來 來 這樣就一套 這樣子 對 兩個 OK OK 好了 這套餐怎樣 很棒 那多一點生菜 一定要配多一點生菜 對 這樣就很完整了 這樣就不要煮別的東西 是 OK 我要try這個 好嫩喔 Good 你要做蝦球對不對 可是要dry 我今天都不醃喔 來 給我一點紙巾 也不炸 好 那我們現在給它dry OK 那我們一定要記得要擦乾 那因為我們要做蝦球對不對 所以我直接把它彎成球了 要有一點距離 我幫你打成泥 對 好 那我還要等一下 沸一點油果 丁了 糖果塊 OK 那我們來一點 鹽 好 因為蝦是蠻快熟的 那我們要蓋自己來煎 所以你可以把調味料 先 先調好 好 今天就不爆香蒜頭 平常蝦我們會 因為爆香蒜頭 可是你今天有看到 這個海蝦是不新的 有沒有 等一下我還幫你加點香料 等一下 你要加什麼 你要加什麼香料今天 我院子裡有一個香料 你還沒用過 是 oregano oregano OK 好 我們下來囉 那我今天這個蝦 不要讓它出水 水珠起碼要比 慢跑快一點 1 2 3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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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點蠔油 什麼蠔油 蠔油 蠔油 如果你的芒果 有些時候 你看到有一點這樣子 你看 你怕用剛才的切法會吃到一些黑黑的 在皮的附近對不對 那你用削的 那你削的時候就會看有沒有黑黑的 有沒有 像這邊如果你切太薄 會有吃到一些髒東西 所以你就要這邊要削厚一點 我覺得是它的唐花印在上面 你看它切起來其實裡面沒有黑啊 對不對 然後呢你看喔 你這樣子 你要用一半你就削一半就好 來 你給我看 Good 這樣也很好吃 我時間到了 我幫我切一下 我幫我切一下 好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很棒 很棒 要這樣子啦 有沒有像炸的 好Q喔 這樣子就像炸的了 好 你看到我其實鍋子不能用太大 用差不多就好了 那你不要炸太乾 太乾它會茶茶的 OK 那我現在再來加黑胡椒 一點黑胡椒 好 OK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OK 那你搭成瓶了 剛好 那我要擠一點檸檬汁 對 來一點那個 那個蜂糖 好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加一點那個 Oregano Oregano 菜喔 食材是讓你有變化不完的 變化不完 對 只要你愛玩菜 對 那我要有一點顆粒的Mango 然後 然後再加 他們是有加鮮奶油 有些人會加 有加鮮奶油啊 我們所以我才說要不要加點鮮奶 好 來一點喔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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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沒有 不一樣的感覺吧 好吧 完菜 我先起鍋 就 怎麼放 你先放 一個人兩粒 我們先來配今天那個 這個叫什麼 還沒要有一點 鍋巴 鍋巴 OK 那鍋巴這個油不能太... 不夠 不夠的話它會吃油 OK 我們先來測一下 好 這個油擠泡泡了 對 容易做 我覺得應該會大概在150度 148 會大概在150度 好 我們現在炸這個時間很快 用中小火 那你給我一點紙巾 這個一起來馬上要翻面 然後壓下去 不然會翹起來 因為我們油用的不多 OK 有沒有 糟糕起來 你翻面 然後壓下去 這個 配海鮮應該也不錯 好 要這樣的 大概 大概是148 你看 要差不多馬上起來 這個就對了 那油在家裡 偶爾要炸的 你的油會很乾淨 那你油炸完就丟掉 就不擔心有回鍋油 Beautiful 然後呢 對 很美 要吃的時候呢 就是 這樣子 OK 那我們剛才那個蝦 要不要示範怎麼吃 要 蝦船 要嗎 好 好 先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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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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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插什麼大哥 菜大哥 菜大哥 菜大哥不是中菜 中菜是賴大哥 好 菜大哥 不知道會吃東西 加油 加油 我今天也不知道在拍什麼 來 準備好了 我心就不知道在哪裡 你準備也看得出來 對 準備好了 我心想要看得出來 我心想要看得到 我心想要看得到